嗨,大家好,我是祝英台 美國的選舉在前幾天已投票 現在全世界都在等正式的下一任美國總統將會是誰 我們在等待之餘 不如又看看英國的報紙是如何報導這次的選舉 和我們又會學習英文生字 我會和大家看兩份報紙 一份是大報The Times Times是針對中產偏向保守的讀者 而另一份就是The Sun Sun通常是用比較juicy的手法報道新聞 首先看看頭版 The Times有整份頭版報道這件事 而The Sun就是有半版報道 至於頁數 Times它就由第四版開始 到第十三版 總共有十頁來報美國選舉 而The Sun 它就由第八版開始 到第十二版 有五版來報告這件事 所以你看大報小報之分 的頁數已經多了一倍 而且Times的頭版 除了親親一幅相外 是很多字的 但是Sun有兩幅候選人的相 以及不是很多字 數上也沒有二十個 我們首先看看The Sun是如何報美國選舉 揭開第一頁 即是Page 3 上次我都有提過Page 3文化 大家可以提到我之前的影片 如果你想了解多些 Page 3另一則新聞 就是一個英國電視節目主持人 他在家裡養了蜜蜂 被蜜蜂針到的屁股 這宗新聞都做了Page 3 是比美國選舉先好多的 接下來是講Covid 這件事始終對英國人來說 都現在是很切身的問題 尤其是剛剛開始Lockdown 去到第七版 有前萬聯球星傑斯 Ryan Giggs 懷疑他家裡打個女友 搞到要報警上報紙 這宗新聞 都在Page 7出現 是比美國選舉更早出現在這份報紙 好了 來到第八版 就是講美國選舉 其實這兩版不是很多字 都是一個比較概括的報道 沒有深入的分析 因為始終新的讀者 都是喜歡看圖 新另外一件事很出名 就是他的標題 是玩食字玩得很厲害的 就單是一個當字 是有很多個解釋的 但是他在這次的選舉上 他把這個當字 是玩得很出神入化的 我下次在我看報紙 學英文的影片那裡 我就會跟大家解釋一下 他是怎樣玩得很出神入化 很多人想起美國的時候 都會想起美國西部牛仔 其實這個定型 在英國都會有的 所以你會看到 the sun 是把拜登和Trump Trump 都變成一個 cowboy的樣子 我們這次學的英文生字 是叫做 slip up slip up slip up 這個生字是由兩個英文字組成 就是slip 和up 大家先忘記了這個s 因為我們只是說一個單數 slip up 這樣說法 是不是好像不太順呢 slip up 所以我們通常會把p和u 連在一起 分開sli slip up slip up 你會給你很多錢 你的大意 令到公司損失了很多錢 希望大家不會被老闆這樣罵 或者你又會說 oh no I failed my driving test because of a stupid slip up 哎呀 因為我一個不小心的大意 我考試肥老了 slip up 很多時候我們在生活中都會用到 而這裡這個例子 就是說拜登介紹他的孫女的那時候 撈亂了他的名字和關係 所以就做了slip up 到第五版 關於美國選舉的新聞 這段新聞是開始很多字 他是由一個新的專欄作家 在分析的情況 其實雖然新是小步 但他有些專欄作家的評論都ok 不是說廢話 不是說垃圾 但是大家的focus 其實可能都會被這幅比較煽情的照片 吸引到 新始終都是新 在左邊這裡有一幅正經 這麼煽情的照片 右邊始終他都會出一個 成感味蕾 看完小步的新 如何報告美國大選 我們現在看看大報The Times The Times 頭版 整版都是用來報告美國大選 除了特朗普一張照片之外 都幾多字下 揭開第二第三版 都未說美國大選 但第三版會說英國王柱查理仔 至少查理仔也算是皇室人緣 他便會放在第三版 但他講這段關於查理仔的新聞 是關於查理仔的fashion 我覺得比較搞笑 好老實說 查理仔的fashion 是沒什麼好說的 第四版 第四版開始就會說美國大選 你看到真的都幾多字下 就算是有圖 都是一個很資訊性的圖 是會分析四個大的州的形勢 是怎樣可以影響到誰贏誰輸 這邊密麻麻是Q&A 其實這裏雖然是很多字 但我覺得他做得不錯 因為他把讀者想知道的問題 拆開一部分一部分 讓大家可以選一部分一部分來看 這兩版就是專業分析和討論 關於文條 為什麼會是錯了呢 再下來這兩版就開始多些圖 這裏有很多graph和data 都給了很多資訊 但你覺不覺這些圖 就像在公司看presentation一樣 都是很科目的 之前那六版都是一些專業的報導 在一個西方社會媒體裏 除了專業報導之外 一定是會有關心到人民 這裏你會見到一張很大的圖 就是親親的粉絲在支持他 而人民是永遠會擺在領袖前面 所以之前那兩版 我們看完了人民 最後這兩版就會講關於 兩個候選人的太太和家人的新聞 大家會看到英國大報小報 兩份報紙報道是很不同 無論是頭版的篇幅 它的頁數和由哪一頁開始 以及內容 例如用了幾多文字 幾多公仔幾多圖 兩份都是很不同的報道方法 結果這次誰做美國總統 其實對香港這個經濟都市 或者英國這個具有深遠歷史政治文化背景的國家 都很有深遠的影響 所以無論你是牛頭角純嫂 或者一個中產高端專業人士 這個結果同樣對你都會有切身的關係 好了,我們下次再談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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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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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託